原标题 开国中将为家探陷 当地领导想陪他一起去 被毫不客气地拒绝历史客战之前 介绍过开国中将文年省 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人 在红军时期曾担任过毛主席的贴身警卫 当年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用枪指着毛主席 就是文年省请身而出 也用枪指着李特才避免了一场栽赖 关于文年省将军的丰功伪迹 咱之前介绍过了 今天再来看看他回老家探心时的故事 1951年5月 一是湖南省军区司令楼文年省 回湖南岳阳探亲 当地的领导听说后 呼啦啦都赶来了 把文年省围了个水泄不通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岳阳出了这么一个大干部 是岳阳的骄傲 大家都来看看他 也是表示尊重 文年省虽然有点看不惯看这种行为 但也知道大家都是好意 不便搏了大家的面子 对每个人都非常客气 但是当知道这些干部 要陪着他一起去诗谈相识 文年省终于忍不住了 说你们把我当成国民党的干部了吧 是不是还要净水泼进 八台大叫抬着我 我只是回家看看亲人 你们跟着我算干什么的 你们要去 我就不去了 大家面面相去 只好散了 文年省没让干部们跟着 但一到石坛乡 又被文风赶来的乡亲们 回了个水泄不通 文年省也早有准备 把从北京带来的一大包糖果和香烟 分给乡亲们 除客问号图 文年省回乡探亲的图找不到 全用含仙储上将探亲的图 在走坊中 文年省看见谁家有困难 就主动帮忙 这家给点钱 那家给点粮食 直到秘书说这个月的工资都分完了 这才抱歉的对乡亲们说 我虽然当了官 但每月只有很少的工资 不能给乡亲们帮多大的忙 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努力生产 勤劳致富 乡亲们开始还不相信 看看国民党那些大官 哪个不是腰缠万官 怎么会刚分了这么点钱就没了 从那以后 乡亲们终于知道了 原来现在的官跟以前的官是不一样的 最后 文年省望着大家 说 现在穷不怕 我们就是个穷人党 大家要相信 以后 我们一定会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文年省在老家还有个弟弟 叫文庆祥 两人相见后抱头痛哭 一边哭一边回忆当年家里的苦难 最后 弟弟抹了抹眼泪 说 苦日子终于饶过去了 哥哥你当了这么大的官 给我也安排个好工作吧 再也不想在家里种地了 文年省看着弟弟 沉默了好久 最后还是说 以你的条件 去了城里也做不了什么好工作 还不如在家里种地 一样是为国家做贡献 不要以为我当了大官 你们就能跟着鸡犬升天 我的权利是人民给的 只能给更多的人民服务 弟弟没想到哥哥会说这样的话 又抹起了眼泪 很失望地走了 但是 弟弟还没死心 几年后又去找哥哥帮忙 不过 文庆祥 这次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儿子 说 我种一辈子的无所谓 但你给你侄子安排到广州上学 总不是难事吧 文年省心情很复杂 弟弟的要求其实也并不过分 现在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干的 但文年省最后还是没有同意 对侄子说 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 不要总想着靠我这个当官的大伯 凡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等你靠本事考进了广州的学校 我自己出钱给你庆祝 文家人找他 他一概不帮忙 但对家乡的人民 他说了 只要不违背国家的相关政策 尽管来找我 有一年 乡里要抗旱 需要一台解放汽车 当时解放汽车是绝对紧俏的物资 轻易不好买 于是乡里就派人去找到了文年省 文年省了解情况后 觉得乡里确实需要一台解放汽车 就亲自跑上跑下 费了很大的周折 最终给乡里办好了 乡亲们对文年省的出手相助感恩戴德 送来了很多家乡的特产 文年省照单全首 说这是乡亲们的心意 我不能不要 但是 所有东西全部按市场价 从我公子里扣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乡亲说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